這很無奈就在謝忻 她都問過了吧 對她說你不是她的菜啦 聽到不會覺得很難過 不會啊 因為這十幾年來就是這樣子的情誼啊 這怎麼會難過 而且我老婆很擔心她這樣子 被就是被寫成這樣 被拍成這樣 然後還沒有出嫁 還沒有嫁人 然後都還沒有交男朋友 然後被弄成這樣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問的 如果真的要問的話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 可以坐下來做一段專訪我們這十幾年來的情感 為什麼我們會這個樣子 你現在問我接下來怎麼辦 我明天我們就要一起去錄大集合囉 我們會一起坐高鐵喔 好不好 然後呢 要拍這個要幹嘛 然後又同一班高鐵 啊不是嗎 不是就是這樣嗎 對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你說 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 要避嫁 請問一下要避什麼嫁 這個是自己 好兄弟 請問一下這個要避 請問一下這個要避 是要避什麼 會尷尬嗎 兩個人現在 不會尷尬啊 不會尷尬啊 打回來 我們還是繼續 就是繼續嬉鬧啊 上去也嬉鬧 明天大集合也嬉鬧 下禮拜我們還是嬉鬧啊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說用烏龍來形容還不足夠 應該對我來講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 我怎麼會跟一個男生這個樣子 你懂嗎 不要搞了 幹嘛 不要搞了啦 好了 我才遲入好不好 你怎麼會用這種吃 所以 所以像謝忻家還沒有結婚 過年會包紅包給他嗎 哈哈哈哈 今年應該會 沒有沒有沒有 今年會了 今年會包 為什麼要包啊 為什麼要包給你 就壓壓金又壓壓金 你才給我壓壓金 我們兩個會合包給公主 大集合團隊 這是有的 我幹嘛包紅包給他 還是包三千六給他就好 你不要亂來 又來了 又來了 我不跟你們聊了 好吧 沒有什麼好聊 好聊 好聊 好好聊 感谢观看